好 大家好 慢慢的夏天要来了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春夏粉嫩的日常妆容 然后呢 本期视频感谢Mr.Day的赞助 我右边眼睛有点肿是因为随前被蚊子叮了一下 所以导致两边眼睛有点堆称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给我多点赞 多投币 多弹幕 多评论 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接下来就是素颜宝鸡 先用遮瑕来进行黑眼圈还有痘印的遮盖 点涂上粉底霜 然后用气垫粉骨拍开 提亮我的下巴 发音纹 眼纸还有额头 因为额头比较扁平 还有苹果肌 太阳雀想凹 所以将我需要的部位进行体谅 大家按照自己的理性需求要进行体谅 不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来 然后用气垫粉骨拍开 在进行这一步的时候 有些许瑕疵会录出来 现在先不用在先修正点 起于门口的缺线之后 用我们的刷子的底端 用于头取遮瑕膏 来进行局部的遮瑕 这样子更能重点的遮盖我们的瑕疵 选取一个稍微深色一点的自然遮瑕膏 来进行领夹侧面的大面积修容把底 为了让瑕疵不显露出来 我们大多数的选法为点拍 这样子只能起到修容效果 也能起到遮盖侧面瑕疵的效果 然后选取修容色的遮瑕膏 在刚刚的修容范围里面 更小范围的进行修容 也是用点拍的手法长期用开 一定要慢慢的细心的点拍 让这个深色的遮瑕膏 我刚刚的遮瑕膏 尝好了 可能不会有明显的过渡的边界 从这边看的话 我的虮容膏带来的区域是眼尾的后侧 这样子能很好地修正我须骨高的问题 须骨高的疼须可以这样试一下 然后这是所有的唇部唇膏的手末色 前面呢是口红黑到3号 后面是唇油的1到4号 我很喜欢这款唇油 这款唇油虽然是哑光之别 但是是我目前用过的 所有哑光唇油里面使用感最好的 在嘴上没有紧绷感 也没有特别强的存在感 也不像其他的哑光唇油那么显唇纹 我在底妆后就直接上了口红 是为了确定我们妆容的基调 这样子如果你没有灵感 要怎么化妆的时候 你可以先确定妆容的基调之后 来进行眼妆的配色 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加的和谐自然 然后用大个的粉扑进行定妆 眼部还有脸颊侧面 还有鼻子侧面 记得不要定到妆 然后选取深色的粉扑 来进行眼皮的定妆 还有脸颊侧面的定妆 还有鼻翼的定妆 这样子能让我们的眼睛 还有五官显得更加的立体 上粉状产品 第一步都是先拍打 轻轻地按压上去之后 再扫和打圈 否则容易让我们的妆容结块 这是眉笔三号到一号的四色 是灰色 深棕和浅棕色 用眉笔按照自己的眉形 画一个比较自然的眉毛 希望眉笔勾勒出自己要的眉形 然后进行填充 这款眉笔是砍刀型的 能方便地画出我们的毛流 而且显色不是特别的深 适合新手使用 不怕重手 能画出来比较自然的颜色 用这款唇油在手背上调和之后 又当作腮红 还有点嘴在鼻头位置 会增加很敏感和少女感 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进行眼窝修容 第一步先从眉头修起 加深之后 进行眼窝的修容 再慢慢地带到鼻影 进行粉状的修容 在脸颊侧面也是轻轻拍打 然后之后再扫开的方法 进行修容 然后我现在在修容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对明显修过我们的脸更小 然后进行下一步 然后所有眼影的四色 靠近手腕的是一号色 中间是二号色 然后靠近手肘的是三号色 然后我今天会用到的脸影 是二号盘和三号盘 先选取这个雅光的粉色 进行整个眼皮的打底 脸影的粉质非常的细腻软糯 显色度非常的好 每一款产品都会有配 一本书面的书名来教大家 怎么使用和化妆 我觉得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贴心 然后选取这个珠光的走色 进行眼尾的加深叠加 按眼窝的形状往前 晕染开来 顺便带过下隐隐的位置 顺便带过下隐隐的位置 使用这个珠光的桃粉色 来进行下眼皮后半段的加深 让眼睛看起来更大 而且更加粗粗的颜色 然后在双眼皮折内的位置 来进行叠加 再用海门棒群曲当当的松松色 来进行一会的加深 用海门棒群色会用笔用刷子 叠加的颜色 进行墨长还有眼头的颜色 进行墨长还有眼头的颜色 然后用墨长还有眼头的颜色 然后用墨长的颜色 画成细节固者拉长的颜色 因我的眼睛的长颜的颜色 画眼线我们来看一下眼角 很多人觉得开眼角就是拉 为了拉近眼尖皮 为什么刚刚还会在眼头 进行黏黏的提亮 因为眼头提亮呢 不止一个效果 还能让你的鼻子显得更加的挺拔 最后用这个眉笔来进行 缘解了前半部分的颜线 要画在睫毛的上关 画到瞳孔稍微不明点的颜色颜值 付出它 无問題 对于求女性 因人! 撤准备 撤准备 又重备压伸 破缠妆断对声音开启 然后后半短闹 后面 准备 准备 这样子 不断绝 然后用那个阳光浅松测 可以把阳光浅松测 刷子 来记前卧小医美丽养 接上了一年 的脚趾刀之后 缩减一段感染中 双眼的腿贴 我们双眼的腿 对角度是 后半的往下 从半的往上 很清晰 做过的腿贴 之后 将去深色的最长的 重点在 双眼的腿上 再复带上 一层很容易 这门上 有点 双眼的腿上 这门上 有点 破坏 不怕 有什么 然后再一次 进行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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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会说 自己不靠 如果 就 我们 再次 有个人 请 喜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能给我多点赞 多投币 多弹幕 多收藏 然后呢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用到的Mr.Day的产品 可以在淘宝搜到 所有产品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纯釉 因为它是哑光感 但是呢 使用感又非常的轻薄 加入购物车 领取优惠券之后 再购买 会更加的优惠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又是漫长的作妖时间 不喜欢的可以推出啦 谢谢大家 拜拜